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卡的快樂 今天要為大家分析全神魔中最OP的一個龍科 如果說你有常常在看實況的話 就會知道這顆龍科被用到的機率有多大了 基本上只要很難的關卡 你帶上這個龍科絕對可以通關 然後無論是什麼沒有特別要求就帶上這個龍科就對了 所以這等於是最萬節的龍科 那這顆是九瘋王的成就龍科 那我們在2月1號天氣午的時候即將復刻我們的九瘋王啦 所以這顆龍科會不會復刻呢?非常的好奇 可是就在上一次九瘋王復刻的時候 這顆龍科並沒有被復刻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重新復刻的機率也不大 如果說有重新復刻的話 大家一定要把這顆龍科入手 好那他的技能為什麼這麼OP呢? 主要是他這個第三技能 延遲敵方兩回合行動 在很多關卡這個就真的 讓原本不可能通關的隊伍就有機會可以臨時通關 所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這一次的夢魘集 我用上了神貓大刀系列 然後用這個龍科就順利臨死了 所以這個龍科可以說是非常的OP 所以他帶有一些增傷以及回血 所以這個龍科真的是集各種好用的功能於一生 所以真的建議大家有復刻一定要入手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復刻就是了 以上就是觀看這次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龍科消息 不要忘了按下點訂閱鈴鐺 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也會必須通知你 我們下次再見看 我們接下來的影片分享囉 大家掰掰